赵雅芝结婚两次,宋丹丹三次,刘晓庆四次,都比不上她结过八次婚。 赵雅芝,真的是大家记忆中的女神,尤其她的许多作品都让人记忆犹新啊,当然最让人深刻的德树《新白娘子传奇》,这真的是不经典之作。 当时白素真的扮想真的惊艳到众人啊,不得不说赵雅芝的演艺事业很顺,但是似乎感情并没有那么一番风顺。 二十岁的她就嫁给了医生洪汉伟,当时还育有两个孩子。 本以为会幸福走到最后,但似乎天不随人愿,结婚没多少年两人之间就出现感情问题,最后离婚了。 当时的赵雅芝一直陷入低迷的情绪,直至遇到黄晋深。 两人和眼聚鸡女黑侠木兰花相识,当时黄锦的追求热烈认真,她曾发表爱的宣言《时间会证明一切》。 而且赵雅芝表示想要幸福,必须学会珍惜,感激。 最后两人携手直至今日,感情还一直很稳定。 宋丹丹是知名小品演员,素有小品皇后的美称。 而她也经历过三段婚姻,与恋爱三个月男友闪电结婚,不到一两年就个笨东西了,第二次和导演英达结婚还当下一子八图,好景不长,最后还是不欢而散。 现今和赵玉姬携手共度与生。 也结过三次婚,丝琴高娃,而今和一位比自己大十多岁的指挥家,作曲家陈亮生摆手偕老。 刘晓庆或许不少人都熟悉,她的一生可以说得尚特别精彩的了。 刘晓庆经历过三次失败的婚姻,而今和追了她将近二十多年的富豪粉丝王小宇共度余生。 最让人从称目结舌的要算得上她,伊丽莎白泰勒,她拥有清国清澄的容颜以及富克敌国的财富。 但是在她一生的感情上让人是尤其不顺的。 伊丽莎白泰勒结过八次婚姻,96年和第八任丈夫离婚后一直未结婚,直至病逝。